在跨日後方小黃司機下車 朝前方計程車走去 打開後座接著一陣瘋狂暴打 當時坐在後座的是一名女子 被突如其來的拳頭毆打 她說根本來不及防範 交道供給長達快兩分鐘 離到大到整台車都在晃動 受害女乘客控訴 當時她用5688APP叫車上車後 先是因為行駛路線惹的司機不開心 後來中途下車 沒想到遭對方未遂暴力相向 女乘客表示當時計程車還在內側車道 準備左轉之際就被轟下車 她被嚇傻了 當時也忘記給了145元的車資 後來又攔了一台計程車 沒想到台灣大車隊正名黃辛司機 一路尾隨了近三公里 看到徐小姐的車停下便上前毆打 徐小姐控訴 頭部不斷被攻擊 最後自行就醫驗傷 四十多歲黃辛司機到案功稱 當時女乘客每副車資才發生口角拉扯 不過街頭暴力當徐小姐身心受創 對黃辛駕駛提出強制罪和傷害罪 告訴判司法能制裁 不要再有乘客受害 3C新聞尾指定 沛宣台中採訪報導 電車司機毆打完女乘客 還是怒氣衝衝 站在街頭大聲飆罵十多分鐘 不僅伴隨彰化 還做事又要惡毒動手 建議有為的民眾擋住後車門 阻隔他與女乘客的距離 但司機怒氣直爆表 甚至在警方動場前還凋煙吞雲吐悟 當下似乎不認為自己動手毆打女子有錯 起底44歲黃辛司機跑車四年多 過去並沒有前科 考取合格執照加入臺灣大車隊 站著一揮拳攻擊乘客案件被揭露後 恐怕未來無法再上路 對此黃辛司機所屬的臺灣大車隊 也公告文字聲明 後續將會配合調查 同時客服也聯繫乘客致歉 寄出懲處會將該隊員予以推進 職業駕照三年一換 第一關政府已經把關 有酒駕刑案前科者不行 被當事計程車行透露 第二關會從談吐觀察 著重司機個性的穩定性 降低於乘客爆發爭執的機率 而會毆打人的絕對不能用 在業界恐怕也會被列為黑名單 三十五釣魚的江中央謝雲珍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